男子花钱送礼 球某集团大领导 万事竟遇上骗子 女老板和好友双双掉入圈套 骗子冒用的身份更是不一般 两名被害人为何如此轻易上当 两场骗局又是如何被揭开的 大人物现行计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一天傍晚 某饭店的包间里气氛非常热烈 众人正边吃边聊 其中坐在主位的人名叫王明哲 他是一家影视传媒公司的老板 今天专门请公司里的骨干成员出来聚餐 在王明哲的招呼下 大家品尝着美味佳肴 推杯换展 畅谈着公司的业务和发展前景 现场 现场好不热门 这时王明哲无意间看了一眼挂在包间墙壁上的电视 但是笑容突然就凝固了 只见电视上正播放的画面是一名记者正在采访一位领导 王明哲仔细盯着电视上这个正在被采访的中年男子 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这时王明哲叫来了司机 匆匆站起身 对着员工说了句 你们好好聚 我去下公安局 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酒杯面面相去 这时一个副总一边指着电视 一边关切地问道 王总 您这是怎么了 您认识这个人吗 王明哲一边往外走 一边说不认识 正是因为不认识 所以现在才要去公安局报案 大家听完这番话 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的一场饭局说起 那天朋友叫王明哲一起吃晚饭 并且说要给他介绍一位传媒圈的领导 王明哲很高兴 早早地就来到了饭店 他刚在饭桌上坐下 还没跟朋友寒暄几句 只见包间的房门打开了 一位西装革里的男士 渐步走了进来 朋友见状急忙起身 毕恭毕敬地向他打招呼 刘董事长好 来来来 请您上坐 王明哲见状也连忙起身 一边热情地问好 一边帮领导把主位的椅子拉开 请领导就坐 席间听朋友介绍 王明哲这才知道 眼前这位气质不凡的领导 是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刘文斌 难怪他说起传媒业务来 头头是道 王明哲听说 刘文斌手里掌握着 很多优秀的媒体资源 身边更是围绕了 好多有实力的投资方和制片人 只要他发话 那基本没有拍不成的电影 白手起家的王明哲 为了公司的发展 决定要在饭局上 跟刘文斌董事长搞好 关系 王明哲十分殷勤地 跟刘文斌跑进湖 一会儿倒酒 一会儿敬酒 酒过三旬 王明哲终于如愿 拿到刘文斌的电话 两人的关系 也因这次酒局熟络起来 临别的时候 王明哲还特地安排人 给刘文斌送了一份 自己老家名贵的特产 刘文斌也很客气 他打开车子的后备箱 一边把特产放了进去 一边拿出了一个印有某传媒集团字样的纪念水杯 作为回礼 送给了王明哲 王明哲以一阵欣喜 觉得这个大领导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 没多久 由王明哲的公司策划的一部电视剧 举行开机仪式 王明哲亲自给刘文斌送来了请帖 希望他能前来参加 刘文斌呢是满口答应 可是在仪式将要举行的前一天 刘文斌又突然因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这让王明哲觉得有些扫兴 可他还是想着进一步能跟刘文斌拉近关系 于是在开机仪式结束后 他又邀请刘文斌跟着剧组一起外出采风 这次呀刘文斌欣然前往 这天日暮时分 王明哲陪着刘文斌在海边散步 他看刘文斌心情不错 于是就提到自己正在策划一部电影 可是这拍摄经费成了最大的问题 他呢希望刘文斌能帮帮自己 刘文斌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跟王明哲说 兄弟啊这都不是事 我可以帮你找到投资人 还能找到一线明星 第一篇囚来参演你的新戏 怎么样 王明哲听后喜出望外 他当即承诺 事成之后向刘文斌支付介绍费 以示感谢 然后他又陪着刘文斌玩了好多天 旅行回来后 王明哲就开始组织员工 认真策划新戏 他想尽快把拍摄方案拿出来给刘文斌 好让他帮忙找投资人 这天刘文斌主动约王明哲喝茶 说是想详细聊聊拉电影投资的事 王明哲欣然前往 席间刘文斌告诉王明哲 得准备点像样子的礼物 这样方便他开展工作 于是王明哲赶紧安排人 准备了五件玉器送给了刘文斌 没过几天 刘文斌又以需要活动经费为由 向王明哲索要五万块钱 刘文斌频繁索要财务的行为 让王明哲起了疑心 为了查探虚实 王明哲首先找到介绍认识刘文斌的朋友 确认其相识经过 随后他又上网查询 很快就找到了刘文斌的词条介绍 信息都能一一对应 王明哲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他准备转款时 又发现了一场 因为这次转账金额较大 微信支付系统页面显示 需要补权收款人的完整姓名 进行安全教验 而王明哲却看到 页面上显示的收款人名字的 最后一个字是尾字 和刘文斌这三个字 完全对应不上 对此刘文斌直言不讳地解释说 这个微信不是用自己的名字注册的 就是为了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 对这样的说法 王明哲心领神会 人家是领导嘛 用别人的名字注册个微信 也是很正常的 这下王明哲总算放心了 他心想 这个级别的领导不会骗自己的 而且退一步讲 自己就是为了电影投资的事 有求于人家刘文斌嘛 所以如果刘文斌真的想从中分点好处费 自己也认了 只要事情能办好就行了嘛 于是他赶紧把钱转了过去 这之后没多久呢 刘文斌果然就给王明哲 介绍了两位投资人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都没有谈成 转眼到了中秋 王明哲想着 还是先过完节再说吧 到时候再给刘文斌送点礼物 请他帮忙再介绍介绍 结果没想到 在同事聚会上 王明哲无意间看到了电视新闻里 记者正在采访的 就是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刘文斌 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 电视上的这个刘文斌呢 怎么跟自己这些天 频繁往来的刘文斌 长得不一样呢 王明哲恍然明白了过来 自己呀 极有可能是被骗了 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 所讲的王明哲要去报警的那一幕 在公安局 王明哲向民警 讲述了这些天的经历后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查询过网络词条 确实显示 他是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啊 他也确实为自己介绍了投资人呢 而且他还用着传媒集团的杯子 笔记本等纪念物品 举手投足间也非常有领导气质 还有一点 难道自己的朋友和之前见过的 两位投资人都是被这个人骗了吗 对刘文斌的怀疑和猜测 一直营绕在王明哲心头 警方根据王明哲的讲述 很快查出王明哲认识的这个刘文斌 并非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刘文斌 而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 警方迅速布控并实施了抓捕 原来呀 这个所谓的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刘文斌 真名叫赵大伟 年轻的时候 是他们老家话剧团的一名演员 他至今依然记得团长 见他第一面时说的话 小伙子 你长得可真像个领导啊 以后往这个系路上发展 保准错不了 从那以后 在话剧舞台上 他演了不少领导的角色 无论大小官员 都能被赵大伟演绎的唯妙唯笑 舞台上的赵大伟 甚至特别享受其他演员 称呼他局长书记的感觉 而演出结束后呢 一些爱开玩笑的朋友同事 也经常会这样称呼他 看着大家毕恭毕敬的样子 赵大伟甚至有的时候 会觉得有些恍惚 分不清戏里戏外 就这样 赵大伟成功地塑造了 好多领导的形象 参演了上百场话剧 那在老家也曾经 风光过好一段时间 可是这些年行业不景气 他的演艺事业也毫无进展 甚至渐渐无戏可演 他呢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这日子呀过得紧紧巴巴的 一天赵大伟闲来无事 他在浏览网站的时候 偶然发现一些网络店铺 可以提供在网络上 建立个人词条的服务 个人词条上可以显示 名字 照片 职业经历 成就等等很多内容 于是他心生一计 想到了一个能够继续当领导 又能赚钱的法子 他花了几千元钱 通过建立网络词条的方式 把自己包装成了 某传媒集团的大领导刘文斌 因为他觉得 这位领导相当低调 网上查不到新闻消息 不会被识破 然后呢 他又在网上定制了 印有某传媒集团字样的 杯子 笔记本等物品 凭借着这个假身份 赵大伟很快就骗了 一个年轻的导演 又通过他结识了不少圈内人 包括他介绍给王明哲 认识的那两位投资人 和王明哲的朋友 这些人呢 都是被这个假的网络词条 和赵大伟的外貌气质所迷惑 一直都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 其实呢 这赵大伟也是有意促成 王明哲的电影项目 因为这样啊 他还可以赚到一笔佣金 只是他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警方抓获了 经过物价鉴定 王明哲送给赵大伟的五件玉器 价值人民币四万元 警方侦查完毕以后 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以招摇撞骗罪 对赵大伟提起公诉 赵大伟呢 当庭自愿认罪 并对被害人王明哲的损失 进行了退陪 同时啊 针对其在网络平台上 把自己包装成领导的问题 检察院还向当地网信办 发出了检察建议 敦促网络平台删除虚假信息 那么什么是检察建议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讲到的 法律知识点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而使用的一种法律文书 是人民检察院强化诉讼监督 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是人民检察院维护司法公正 促进依法行政 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 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方式 检察建议的类型主要包括 再审检察建议 纠正违法检察建议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以及其他检察建议 本案中当地网信办 没有对网络店铺 尽到监管义务 被不良网络店铺钻了空子 进而帮助赵大伟 发布了虚假的个人信息 该信息对王明哲等人 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使得赵大伟的诈骗行为 更容易得逞 于是检察机关对当地网信办发出了 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检察建议书 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以招摇撞骗罪判处赵大伟 有期徒刑三年 赵大伟确实有着不错的演技 可是没有用在正道上 最终使自己身陷淋余 悔不当初 而王明哲呢 他不是没有怀疑过赵大伟的身份 可他怀着侥幸心理 一心想着靠走后门拉关系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最终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而吃了大亏 其实啊 骗子的伎俩往往并不高明 但是总会有人上当 想借助领导手中的权利赚钱的 可不止王明哲一个人 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刘美丽 最近呢 他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 结识了一个领导 而且他认识的这个领导 身份更加不一般 女人雨天开车 路上偶遇一名部队军官打扁车 不久后 部队军官说了一件事 竟让女人送钱送你 因为送你的事 部队军官突然翻脸 女人上门致歉 却发现另有蹊跷 大人物现行计正在播出 六月的一个雨天 刘美丽开着一辆高级轿车 在一条国道上行驶 忽然她发现 路边有个穿军装的男人 正在向她招手 示意她停车 刘美丽停下车后 男人上前非常客气地问道 您好 请问可以搭乘一下您的车吗 把我送到一个方便打车的地方 我就下来 我自己打车回部队 出于对军人的信任 天又下着雨 刘美丽同意了 就这样两人在路上攀谈了起来 刘美丽得知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五国栋 就在她居住的小城里的一个部队服役 还是位团级干部 这天她办完事情 驾车返回部队 没想到车子半路坏了 她勉强把车开到了修理厂 却被告知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将车修好 可这个时候部队又有了新任务 要将她紧急召回 这天下着雨又打不到车 于是她才赶紧站在路边拦车 这一路上五国栋很健谈 给刘美丽讲了不少她军旅生涯中的趣事 这让刘美丽慢慢地放下了戒备心理 下车的时候 两个人还互相添加了微信 留下了联系方式 此后 五国栋经常在微信上跟刘美丽联系 不是问候就是给刘美丽发军装照 或者是部队训练的照片 两人越来越熟识 刘美丽离婚后 独自经营着一家餐馆 她希望五国栋能和她的战友们 来关照她的饭店生意 五国栋满口答应下来 此后 每次五国栋一个人来吃饭的时候 总是会比实际消费的金额 多付一些钱给刘美丽 她总是说 美丽你也不容易 这钱你就收着 没事的 这天 五国栋又来到刘美丽的饭店吃饭 她把刘美丽叫过来 压低了声音 跟刘美丽说 自己所在的部队训练基地要扩建 她来问问刘美丽 有没有关系好的朋友 来承接这个项目 五国栋专门介绍项目来关照自己 刘美丽内心非常高兴 随即她便将自己做建筑生意的好朋友 陈冬冬介绍给了五国栋 为了能够撮合这单生意 刘美丽还专门张罗了一桌饭菜 那么通过这次饭局 刘美丽和陈冬冬 能够如愿拿下这个难得的项目吗 饭局上三个人聊得热火朝天 陈冬冬表示 如果能揽下这个工程 一定包两个大红包 感谢刘美丽和五国栋 五国栋笑了笑 缓缓地说道 小陈啊 我肯定是希望这个工程能交给你来做 可是呢 到底哪家公司能最终中标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部队上还有其他两个领导负责这件事 我呀得帮你跟他们俩疏疼疏疼 听了这个话 刘美丽赶紧给陈冬冬使了个眼色 陈冬冬立即拿出了两个大红包 和两条高档香烟 交给了五国栋 还说今天有点准备不足 等后面再补上 一番推辞之后 五国栋收下了 然后让他俩等下一步安排 这陈冬冬一边联系招投标公司 准备制作标书 一边等着五国栋的安排 可是左等右等 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消息 刘美丽跟陈冬冬一合计 觉得可能是他们送给五国栋的礼物 不够贵重 领导啊生气了 于是他们决定跟五国栋主动联系一下 就这样 刘美丽怀着忐忐忑的心情给五国栋打了电话 电话里五国栋的语气明显变得不如之前热情了 他冷冷地说道 美丽啊 我是想帮你们的 可你们也得积极配合呀 上次那点东西人家根本就不收啊 改天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还有个会要开 就先这样吧 五国栋的突然变脸 让刘美丽和陈冬冬不知如何是好 不甘心的刘美丽赶紧再打电话 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了 为了安抚这位生气的领导 二人决定 携众理亲自登门道歉 以示诚意 这次他们能如愿以偿吗 两个人就这样来到了五国栋之前 所提到的部队的大门口 自报姓名后跟哨兵说 他们要找一位叫五国栋的领导 两个人本来是来给领导登门道歉的 却又不好说出口 只能说他们是领导的朋友 他们来找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可之后却被哨兵告知 说领导不认识他们 如果他们有问题反映 可以通过部队的信访途径进行反映 这让两个人更慌了 看来五国栋是彻底生气了 陈冬冬回去后越想越觉得后悔 他不想就此失去这个项目 于是他跟刘美丽 开始网上检索五国栋的相关信息 想着看看还能不能找到 其他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两个人 从网上的新闻通稿里发现 他们认识的那个五国栋 跟新闻照片里的五国栋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此时的两个人如梦初醒 立即报了警 很快警方就将这个假冒的五国栋 抓捕归案 原来呀 这个五国栋真名叫胡文广 没有正经工作 靠着给别人打零功过日子 平日里游手好闲 不愿意踏实工作 总想着通过什么方式 不劳而获 一夜暴富 这一年呢 部队来到他居住的县城征兵 征兵工作结束的时候 群众们夹道欢送 应征入伍的年轻人 看着年轻的战士们 胸前佩戴的大红花 看着群众们热情高涨的情绪 胡文广突然想到 既然大家对军人 这么喜爱和信任 那自己何不假装一下 军人去弄点钱呢 这样一来 自己就不用那么辛苦地打工了 妄想不劳而获的胡文广 就在网上通过非法途径 购买了军人的服装道具 并直接冒用了军官五国洞的名字 万事俱备后 胡文广开始寻找作案目标 那天下着 远处一辆高级轿车的出现 让胡文广眼前一辆 他看到刘美丽开着高级轿车 于是就向他招了手 后来之所以在刘美丽的饭店吃几次饭 多付一点钱给他 也完全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公安机关查明案情后 很快公诉机关便以冒充军人 招摇撞骗罪 对胡文广提起了公诉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 胡文广对犯罪事实没有疑义 不过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个罪名 有些陌生 那么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和我们所常见的诈骗罪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讲到的法律知识点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 两个罪名侵犯的法义不同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不仅侵犯了有关个人组织的财产等合法权益 还侵犯了人民军队的声誉和形象 而诈骗罪仅侵犯公司财务所有权 第二 两个罪名所涉及的犯罪目的有所不同 诈骗罪的犯罪目的是希望非法占有公司财务 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犯罪目的是追求非法利益 其内容较诈骗罪的目的广泛 它既可以包括非法占有公司财务 也可以包括其他非法利益 另外第三点 两个罪名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手段也是不同的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手段是冒充军人行骗 而诈骗罪的行为手段则更为多样 可谓是五花八门 本案中 胡文广通过虚构军人身份的方式 骗取刘美丽等人的信任 进而诈骗钱财 他的犯罪行为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利益 也损害了军人的形象 对其按照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量刑 完全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最终 人民法院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 胡文广有期徒刑两年 并退赔被害人 人民币四千元 我们常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案例一中的赵大伟和案例二中的胡文广 都有手好闲 怀着实现躺转的侥幸心理 冒充他人身份 虚构事实 诈骗钱财 在犯罪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而王明哲 刘美丽等被害人呢 他们迷恋所谓权力的力量 妄想通过拉关系 走后门 快速实现发财的愿望 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的驱使下 导致他们丧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 这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生活中啊 有些人总想走捷径 殊不知 如果不脚踏实地 这些所谓的捷径 只会变成他们人生中的弯路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子与房屋中介签订卖房合同后 为逃避中介费他想出一招 另一男子酒驾肇事 为掩盖之前喝酒的事实 他心生遗迹 两名男子的小伎俩很快被识破 他们最终会受到怎样的法律惩罚 自作聪明 反害己 下期播出